我說實話,我24歲,在我去上海做電競以前 我整個求學的歷程到我24歲之前 我都是很抗拒去承認 也不知道抗拒啦,就是在這個壓力跟光盤上 我是有覺得想要去划清界限的 原因就是因為媽媽的光盤很強 所以呢,我就會從一直一路以來得到的肯定 我也不知道是因為我自己的努力、能力 得到的肯定,還是因為我媽是徐薇,你給我肯定 因為我這創業的路上 我真的受到太多徐薇老師跟我爸 就我爸媽他們的幫助 而不是說經濟上、金錢上 而是說真的那種經驗 還有徐薇老師就是我們的超級大代言人 對不對,那這種東西是 別的青年創業人,他們可能不具備的條件 那他們 那其實在這個書寫過程當中,我會強調說 我們青年創業的時候,一定要去看到自己擁有多少條件 你們可能沒有像徐薇、大網紅 這樣子的 但是可能有 比如說非常有餐飲業人脈的爸媽 就是我的爸媽沒有的 而你們有的 那重要的是你去談一點 算清楚自己有什麼樣的條件 來去做多少的事情 所以我從來不會去 避諱或刻意說 大成小管我們的整個成功或整個創業 跟徐薇老師 沒有關係 我就這樣講 這樣很狡視 很蠢啦 對啊 我就說很蠢 騙誰呢 對不對 對 但我說實話 我24歲 在我去上海做電競以前 我整個求學的歷程到我24歲之前 我都是很抗拒 去承認 也不是到抗拒啦 就是 在這個壓力跟光盤上 我是有 有覺得 想要去花生界限 原因就是因為 媽媽的光盤很強 所以呢 我就會 一直一路以來得到的肯定 我會不知道是因為我自己的努力能力 得到肯定 還是因為我媽是徐薇你給我肯定 直到24歲我去上海做電競的那一年 那更沒有人認識徐薇是誰 但是我一路也從 小的戰隊經理一路爬爬爬爬到董事長特助 被所有人肯定 然後加薪升職什麼 之後 我找回了屬於我自己的自信 我原來我行 我能行 我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年輕人 之後 反而就可以台南接受 爸媽的幫助 就是我覺得 OK那我接受 這就是我的樣子 我有夠能力 我也接受你們的多少幫助 然後我們一起把事情做好 可能是電競這一塊 讓你重拾的自信性 確實 尤其是不在台灣的 這一段工作經歷 那有因為 24歲之前 的這個抗拒跟媽媽有關係很緊張的時候 我沒有跟他聊過這點 然後呢 有了 你沒有跟他聊過這件事 我沒有跟他聊過這件事情 我這樣也很矯情 知道嗎 就我明明承載著 作為徐薇的女子說好處 但是我同時我要說 媽你害我壓力很大 這不是很矯情嗎 那 而且事實上就是 他也真沒有給我任何的壓力 他從來不會說我是徐薇所以你要給我好好表現 我是徐薇你英文一定要好 他沒有這樣 但我有點 自我要求也好 就是或者是那種 自己給自己壓力很大 所以你大成小反 徐薇老師都沒有投入資金嗎 他其實 在意見上面 但幫忙的上面那太多了 你要說他幫我們宣傳 我要算終點費 那算不完 那你說那算不算投入資金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不會明確去分 但至少當然有我們的這種 我們進貨 出貨這些東西 那是 我們自己的賬 但是你要說 徐薇老師他要跟我們去算清楚的話 那算不清楚的 對啊 還是受到他們非常非常多的 各式各樣大法小小的幫助 包括我們講的最緊接的 我們的辦公室是租在 不是租 我就是寄生在徐薇英文的辦公室裡面 所以我們沒有這個辦公室租金的壓力 那說句實話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我們沒有在算這個東西 喔 了解 就變成說就是大家有點互生共存 對而且我覺得 徐薇老師他們對於大同小本的想法也是就是 像自己的東西一樣的在經營 他們也把自己當作這個事情的 的 老闆 是 對 那你創業這三年下來 徐薇老師有給什麼意見 你心情有財啊或是你沒財啊被你推翻 太多了 其實這真的太多了 包括 整個大同小本 我們一直以來 經營的方向 OK我們大同小本 是 自媒體起家的 那我們自媒體起家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內容嘛 你每個月你每天po什麼文啊 做什麼直播啊 這種 那徐薇老師在我剛開始經營大同小本 這個社媒體之前 他有很多他的自媒體經營的建議 因為他覺得他是這個 自媒體女王你知道嗎 他 那他當然是沒錯 不是去質疑他這點 而是說他給我的很多建議 我用不了 就舉例來說 你看大神 拿這個絲巾給你啊 下次這樣一點很好笑啊 就我也同意應該是會蠻好笑的 但我不行 或者是我內心裡 我抗拒這樣子做 你知道嗎 那這是一個舉例 當然他很多這種 那當然他也有給我很多的建議 他說 後來跟他溝通嘛 我說我真的沒有辦法 拿著手券跟你一樣轉圈灑花 我真的沒有辦法 他說喔這樣吧 他其實也能理解 那之後他就會說 那這樣的話你可以 用什麼樣的方式去 更好呈現你的直播 他說你也可以去 找一些屬於你的小道具 你把它拿出來用 但是你可以不要是用我的絲巾 那我就會採納 那當然這是很大的一塊 他常常跟我去 我們常常交流這一塊 那另外還有在這個 做產品啊 做商品這方面的話 他當然也是 很多東西有他的介質 因為我們大神小神在做之外 其實我們也有賣一個東西 叫做小微美美 就是 唇蜜啊 帽子啊 那這些 他的就是有放上他小微的名字 他就非常的有他的堅持 對 像他的唇蜜一定要用到他自己 很滿意很滿意 他才會有 那這種東西 這種產品 對產品的堅持 以及仔細 也是有 有感染到我們 對 所以他還是會參與一些 他自己的意見 對 而且像我爸的話 我爸其實在整個大條 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貢獻是更多的 因為其實絲帳他是一個 怎麼講啊 數理腦 數學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以前 曲維英文的時候 都有這些 書本的定價 教材 定價 都是 我爸設計的 乃至於到大神小神 我們在做很多商品啊 我們的營業有的計算 可能 運費要佔我們總體的成本 的百分之多少 這些東西他都會去跟我 跟我講 怎麼樣做比較合理 所以他給我很多很多的經驗 財務上面的成本控管 成本控管啊 定價啊 或者是 折扣怎麼樣才有感 就不傷到我們自己的本啊 各種 各種方式就對了 所以你未來有沒有可能 就是 慢慢慢慢的從 爸媽身上 就是他們傳承給你 補教事業 其實傳不傳承這個問題 我們也有在討論 但是其實討論等於沒有討論 因為 說句實話 我從小在這個環境裡長大 然後呢 我其實非常了解整個 學問英文的體系 我們的運作 這些東西 我們都知道 然後 現階段是 我做大神小神 累積社會經驗 累積 事業的經驗 然後呢 有一天自然而然 當 這個學問英文整個事業體 需要 我來支援 我需要我來 承擔 努力的時候 那當時自然我就 回去做 那現階段 老師跟師匠他們 又很健康又有活力 其實沒有什麼我可以 插足的地方 但 這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我也要把我自己累積 成長到一個 可以去承擔一起 學英文的一個 程度 那 這個過程中 就慢慢的慢慢的 去學習這樣子 嗨 大家好 我是吳宗憲 Jacky Wu 憲哥來的 我是乃哥 我們去哪里 我是小阿姨 我是小阿姨 我是鄭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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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伯雅 我是艾薇 我是蘭 我是吳燕 我是林真益 瓜哥 我是鄭阿姨 我是鄭阿姨 聖誕跨年 就到了 你們想吼 聖誕跨年 要去哪里過了嗎 想要獲得我的 聖誕跨年 交換禮物嗎 林文化呢 有準備的禮物 來跟大家交換一下 用點心思 用點情感準備的 厲害啦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 立場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 APP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 APP 或是上 三粒新聞網 投加投票 請到 三粒新聞網 在投票參加 上 三粒新聞網 投票 就有機會獲得 我的交換禮物喔 加入我們的 交換禮物 我的禮物非常好 很健康 很有FU的禮物喔 趕快下載 祝你得獎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OK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